这绝对是最猖狂的奸臣 他一掌推开小皇帝 掀开太后的裙子 光天化日之下 欲行不轨之势 这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正是董卓 东汉末年 优敌大权旁落 宦官当道 民不聊生 张角组建黄金军 皆干而起 为了平息局面 朝廷下放权力 各地豪身 趁机拥兵自重 揭开了逐鹿中原的序幕 董卓奉命 讨伐张角 董卓身经白战 骁勇异常 黄金军逐渐显露败事 谁料张角隔空做法 无数白气 穿入黄金军体内 黄金军满血复活 大杀死方 董卓被黄金军死死困住 关键时刻 刘冠张赶来支援 关于挥动青龙掩月刀 刘备百发百中 在战场上轻松收割敌人 三人都是无双英雄 情贼仙情王 刘备一剑射中张角 两人在祭坛上大打出手 张角 我今日是要诛杀你 帮我大汗光 关于陈胜追击 学料张角掉头就跑 黄金军如潮水般退去 董卓示意手下李如上前 李如急忙去拜谢刘关张 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 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刘备直言 他们是平民百姓 自愿为朝廷评判献力 李如瞬间变换神色 他对三人轻蔑不已 刘备三兄弟心中气愤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三人继续四处奔波 李求建功立业 在各方势力的围剿下 黄金军逐渐没落 但光明并未重现 董卓率西梁大军 驻扎京城 挟持右帝 把控朝政 但朝中大臣口服心不服 董卓决定废帝立威 反抗的臣子被董卓处死 眼看着皇帝被废 司徒王允只能人下屈辱 但他私下聚集大臣 痛斥董卓荒淫残暴 大臣们颜面哭泣 只料席间一人哈哈大笑 你们在这哭 能把董卓哭死啊 在曹某人看了 满座的大仗 都是富人 曹操一把掀翻木桌 我要去 不追 死人一疯 曹操拂袖而去 王允看出 他准备刺杀董卓 连夜邀他共谋大事 刚才人多故意陈怒 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王允表示 他愿鼎力相助 然而曹操是孤胆英雄 他要孤身刺杀董卓 王允急忙送上七星宝刀 第二天一早 曹操前往董卓府上 有丞相在天下 必安稳 董卓开怀大笑 他让吕布去牵汗血宝马 奖赏给失实物的曹操 曹操趁机灌醉董卓 你要干什么 此难七星宝刀 消铁如泥 世间罕见 在下 想把此刀献给丞相 可然是宝刀 董卓丝毫没有起疑 曹操面不改色 恭敬告退 这时 吕布已将宝马牵来 曹操骑上宝马快速离开 董卓恍然大悟 让吕布赶紧追击曹操 吕布飞身上马 此时 曹操即将离开宫门 他身中数剑 夺命狂奔 吕布穷追不舍 两人在林间展开大战 曹操被打得狼狈不堪 吕布使出十万福特 他料想曹操必死无疑 便骑马离开 谁料曹操福大命大 落入溪流后 被农户救下 董卓便寻不见他失手 便满天下张贴通缉令 从此曹操名扬天下 而农户为了钱 出卖了曹操 先令陈公将他捉拿归案 但他的志向 打动了陈公 陈公弃关慈家 和曹操一起走上创业之路 两人来到吕伯舍家中 吕伯舍外出买酒 让家人招待曹操二人 曹操偷偷查看 误以为要被暗杀 他先下手为强 杀死吕伯舍全家 两人心慌意乱 急忙逃走 却在半路上碰到赶回的吕伯舍 曹操干脆一措到底 杀死了吕伯舍 陈公无法理解 质问曹操为何如此狠辣 陈公心寒不已 他趁曹操熟睡 拔出了刀 却终究不忍下手 从此曹操毁育参半 名震九州 但此时刘备却遭受不公 他们兄弟三人杀敌有功 朝廷任命刘备为县位 谁料 上官向他索取贿赂 刘备不肯就范 上官出口污蔑 大胆小贼 不但虚报战功 还还还扎成皇亲 张飞脾气火爆 直接把上官吊起来抽 官兵来了 快到了 三人以一敌摆 和官兵厮杀起来 三弟不许杀他们 要是死一个朝廷士兵 脱下不走 张飞只好手下留情 关于一刀霹雳斩 震飞众人 火爆 刘备器官离开 带着两个兄弟 赶往英雄台 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 只要不与贪官同流 跟着大哥 从哪里都好 三人跋山涉水 进入到一片密林中 只料四周泛起浓雾 三人瞬间进入一片秘境 神秘女人悄然现身 这是什么地方 英雄称这里为助剑堡 原来 神秘女人是助剑师 他专为英雄打造独家兵器 他们全部都用 千年银血石打造而成 杀的敌人越多 武器就会越强 羽人问他们去往何处 刘备表明三人志向 杀死董卓 狂扶汉士 但他们担心 董卓一资吕布 因为他已将无双能力 发挥至画镜 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吕布 他讲出了吕布的来历 原来 当年吕布是个无名小子 无意间闯入此处 女人为他打造了方天化戟 随后 吕布被刺使丁元招揽 但他背心弃义 为了功名利禄 杀死丁元 投靠董卓 董卓实在利用你啊 你有何差不是 吕布认董卓为义父 彻底成为了走狗 女人又讲起了曹操 原来 曹操和陈公分道扬镳后 也进入了秘境 曹操带走了将剑 打算在家乡招兵买马 我单仁慈 仅凭忠勇二绰 绰绰 果不其然 好懂邪文一出 百姓纷纷相应 愿意 愿意 女人为刘备三人 打造兵器 三人一觉醒来 发现地上多了三把神兵 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 三人日夜兼程 赶往英雄台 此时 在袁绍和曹操的组织下 各路诸侯 带兵赶来英雄台 西梁太守 马腾 吴长豪 长沙太守 孙奸 刘关张三人骑马赶到 守卫勾眼看人低 你们也有英雄铁 想必是从哪偷来的是吧 这时曹操带兵赶到 有英雄铁就应该进去 三人这才进入英雄台 各路诸侯 奉袁绍为盟主 现在董卓 知道我们起兵朝洛阳讨伐他 他已跟吕布 率十五万大军 东进虎牢关注 袁绍与诸侯 煞穴为盟 张飞急忙搭话 他们兄弟可不能被落下 刘备向众人 介绍他们三兄弟 袁绍问他们什么官职 刘某 以支草鞋为神 众人哄堂大笑 刘备却面色如常 二弟看门护院 三弟屠诸为业 刘备落落大方 直言他们有忠勇之心 即使没有一兵一卒 也能为讨伐董贼献力 说得太好了 这三人一身忠肝义的 正正是乱世 需要的英雄好汉 曹操在诸侯面前 力挺三人 他向刘备询问法董方案 灭董 那就得先救天子 福汉室 只要天子不在手里 董卓的势力必将崩溃 入虎劳关 杀兔 兼刘备有如此见识 袁绍松口 让他们加入盟军 众人煞血为盟 江东孙坚当即响应 他自请做急先锋 去四水关 挑战董卓大军 江东英豪 很快攻破三道防线 董卓也不再寻欢作乐 他问手下谁愿出兵 我去杀鸡烟用载牛倒 华雄申请出战 此时 关羽正在下棋 他们兄弟不被重视 只能在后方摸鱼 谁料 曹操欣赏他忠勇 趁着刘备不在 过来挖枪脚 我虽然佩服曹大人 自懂的英雄气感 但我只跟随大哥行事 这时 汉子突然赶来 原来 华雄打败了孙坚的前锋 他在城外叫嚣 要取了曹操向上人头 献给董卓 陶草赶回大本营 商议对策 谁敢出战华雄 为我联军一阵升危 盟中 在下于胜 愿意出战 单条华雄 然而 他才出场三秒 就被华雄一刀削去头颅 华雄势不可挡 连杀盟军大将数人 和诸侯面色沉重 一声不吭 我派我二弟官员迎战华雄 诸侯面色鄙夷 一个看家护院之人 怎能和华雄一较高低 曹操站出来解围 我曹农哲 为你敬酒送行 不必 沾杀一个小小的华雄 何须引酒账 关于快马加鞭 迎战华雄 三招过后 华雄连色大变 没想到 你还有两下 关于挥动大刀 一套连招下来 华雄被削去头颅 东卓大军下的四散而逃 关于凯旋而归 各路诸侯钦佩不已 就还是温热的 英雄气 来 为关将军赐上座 不必了 我是奉大哥的命令出战 不要赏 就赏赐给我大哥吧 袁绍更加欣赏他 刘备停令 盟军正式 增设第十九路兵马 统兵将军 刘备 没了大将华雄 孙坚很快攻破四水关 董卓再也坐不住 他率兵坚守虎劳关 这里距离洛阳 皇城就五百里 必须守住 吕布利用飞剑 向盟军下战书 一庭要正面对战吕布 十八路诸侯 跑得直胜八路 曹操一时间不敢相信 刘备却看得透彻 只是想看清形势 从中获得好处而已 表面发抖 内心野心勃勃 各怀鬼胎 其实趁火打劫 这边盟军 愁云惨淡 那边董卓 也是坠坠不安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盟军还有二十万大军 他决定两手准备 一边坚守虎劳关 一边迁都长安 只要跑得快 盟军就抓不到他 此时 吕布正在熟悉地形 谁料 看见一绝色美女 眼看他即将投合自尽 吕布上前阻止 吕布对他一见钟情 承诺大圣归来后娶他 以后我对你天塌不便 以后貂缠的命 就是将军呗 这边 吕布正在谈情说爱 那边盟军拟定了作战计划 刘备三兄弟出战吕布 曹操率八路盟军攻入洛阳 漂泊多年 刘备终于有了军队 但数量原不及吕布 他只能用稻草人充数 双方在虎劳关对阵 看着敌军人数众多 吕布一时不敢开战 谁料一阵风吹过 稻草四散纷飞 吕布一声令下 士兵像恶虎扑石一般 扑向刘备大军 然而刘备早有准备 士兵有条不紊的裂毫大阵 吕布被盾牌死死困住 关羽三人尽显神威 倒在他们手中的吕军 数不胜数 更快捕捞关前 只剩吕布孤军奋战 但他丝毫不拒 因为他一人 便可敌千军万马 方天话即发出 阵阵雷鸣之声 吕布使出列地斩 瞬间击飞无数士兵 他腾空而起 再次补刀 士兵如雨点般掉落 刘备三人只好出面对阵 你 就未良就杀了化学 你 也不会例外 三英在桥上大战吕布 爆发的能量 瞬间炸毁整座桥 四人同时掉落深渊 吕布以一击之力 堂住三人攻势 旋转跳跃 吕布身形矫健 轻松躲过三人大招 刘备三人 却越打越吃力 接连被吕布的闪电击中 吕布不愿再纠缠下去 手中的方天话戟 爆发强大的雷电 一击劈开了扇线 雄途陌路间 刘备想起了神秘女人的话 三人纷纷自残 将血注入兵器之中 三人搏命一战 双方打得天崩地裂 但吕布仍平安无事 他刚要下去补刀 却看见洛阳狼烟滚滚 原来 曹操和孙坚 已经攻破了虎牢关 即将杀入洛阳 取董卓人头 吕布一跃而上 曹操带兵 杀尽洛阳 却只看到蛮地焦土 原来 董卓带着天子 逃往了长安 还一把火烧了洛阳 但曹操并不气馁 他继续带兵 追击董卓 他要打造一个忠臣形象 吸引天下能人志士 为他效命 数年过后 刘备凭借战功 聚拢人心 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没想到 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 两人在湖边饮酒交谈 在我看来 天下英雄 只有你和我 作为汉臣 你尽致在谋天下 道不同 互相为谋 两人都清楚 他们之间终有一战 唯有得天下 才能安定天下 三兄弟目送曹操离去 三国的时代 从此来临 今日之白 错在我官女 与众位士族无关 这绝对是最霸气的官二爷 面对曹骏和东吴士兵的前后夹攻 仅剩十几名骑兵的他 却丝毫不拒 然而 英雄驰目 此时的关羽 已年镜花甲 赤兔马也不再年轻 那么今日被困卖城 他是否能够突围 当年正值壮年的他 温九斩化雄 三英斩吕布 斩炎两 朱文丑 过五关斩六将 让他名声大噪 自桃源三结义 关羽誓死追随大哥刘备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经过半生戎马 颠沛流离的刘备 总算有了一块 立足之地 巴蜀 建安二十四年 也就是东汉末年的最后一年 蜀汉刘备 北魏曹操 东吴孙权三分天下 那年 关羽率兵 北上乏位 此时的关羽 虽已年镜花甲 但老当义壮 骁勇善战 所过之处 人养马饭 没有一和之将 在樊城 与首将曹人对峙时 关羽水淹七军 大获全胜 眼看就要拿下樊城 不料后方 遭到东吴军队偷袭 前后受敌 荆州各郡县失守 关羽只得带着残兵外将 退守至麦城 但进粮绝之际 一个逃兵 想要弃军散走 却被关兴抓住 怒火中烧的他 想要杀一井百 关键时刻 被其父关羽拦下 今日之百 错在我关羽 与众位士族无关 关羽被困麦城 插齿南飞 但仍然不愿投降东吴 他决定从北门突围 可城外守着两万吴军 突围风险极大 可谓是九死一生 关羽善待下属 去留随心 而他自己 应忠于汉事 九死不回 关羽带着儿子 以及少数随从 拼死突围 此次东吴军领头的是 偏将军潘张 此人武艺谋略 虽远不及关羽 但此时的关羽 已陷入绝境之中 在潘张的失忆下 副将陆茂大贺一声 准备火攻 东吴士兵 启动投尸机 只见数十颗火球 自空中 猛然砸向蜀军 蜀军没有防备 被砸得人羊马犯 即便如此 可依然斗志昂扬 不惧生死 无尾冲锋 混乱之中 一个火球来袭 幸好老将军 及时勒住赤兔马 一个翻滚 平稳着地 手中青龙烟月刀 人不离手 手下见主帅受袭 立马施展盾牌阵 浴血奋战 将其护在其中 果不其然 由人强组成的盾阵 能抵挡火球的输出 韩章见蜀军如此英勇 索性带领两万人马 赶来决战 韩章一声令下 众吴国骑兵发动冲锋 只见关羽刚猛异常 手持青龙烟月刀 以一敌石 战力很强 瞬间就将无兵 砍得人羊马翻 虽说吴军在人数上 占上风 却也只是送人头 韩章就在不远处观战 却也不急不躁 副将陆茂 心领神会 在给众手下洗脑后 便带头杀向蜀军 所谓人多力量大 只要他们目标一致 就算是一个打不过 就上十个 十个还不希望就一起上 时间一长 蜀军的体力就会被消耗 面对打不完的敌人 关羽带头誓死突围 过程非常惨烈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 无军被射杀 关羽身后敌军的尸体 亦是堆积如山 眼见关羽 身边只剩他的大儿子关平 数万无兵将两人包围 韩章便大摇大摆地现身 关羽长 我今日大势一驱 还不快快气刀就降 韩章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要招降 一生忠义的关羽 是绝对不可能投降的 想当年 曹操为了招降他 加关敬绝 赏此无数美女 然而关羽忠肝义胆 展颜良 诸文丑回报了曹操 性格高的他并没有归降 千里走单旗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最终和大哥刘备相会 何时想过气刀投降 既然如此啊 潘章也不再废话 一声令下 吴军对着关羽 父子二人万简齐发 一代忠臣良将 败走脉城 就此陨落 当年刘关章三兄弟 桃园三结义 兄弟情笔经间 关羽大义诗经舟 败走脉城 作为大哥的刘备 为什么没发兵救援 有人说 当初孙刘联盟 共同抗操 导致刘备对东吴 放松了戒备 曾经的盟友突然被刺 刘备始料未及 葬礼上 刘备哭得声泪俱下 三日水米未尽 念着二帝云长的名字 不愿同生 胆求同死 就在这时 关家二子 关心主动请命 要去东吴 替父报仇 刘备吃一片刻 指天发誓 要亲自率兵踏平东吴 为二帝报仇 寻臣得知主公要御驾轻征 立马劝他不要冲动 蜀国根基不稳 若是贸然去伐吴 只怕曹操会从后方偷袭 带到足够强大 再去伐吴 刘备再三考虑 值得暂且取消伐吴计划 随后安慰关心 其父之仇带到时机成熟 他必报 然而关心哪里等得了 当即交出将领状 主动辞职 他决定单枪匹马 去找潘张宝杀服之仇 曾经的部下周仓拦住关心 关心铁了心要去 甚至是拔剪相向 父兄姐望 我怎能一人苟且投身 两人交起了手 关心因丧失理智 出招毫无章法 几个来回便落了下风 你必须沉下心来 积蓄力量 不抵而后动 经此一劫 关心没有贸然杀进东吴 却又因没有好的报仇计划 整日借酒消愁 而刘备也迟迟没有伐吴 反倒是东吴率先进攻 潘张奉孙权之命 驻扎在伊陵水寨 伊陵水寨是伐吴的必经之路 而那潘张更是关心的仇人 此刻 蜀军汉子已将消息传到军营 刘备与众手下商量应对之策 伊陵水寨 兴修的城防 坚步可摧 他们决定有几名精锐 从密道潜入伊陵 关闭水闸 再由大队的蜀军渡船攻入 那么该由谁去完成关闭水闸的任务 周苍张豹主动请命 人多好办事 老将军推荐了神剑手樊陵 樊陵虽是女子 可巾帼不让须眉 幼时家人被吴军杀害 便苦练剑法加入蜀军 这时关心赶来 将一张地图交到刘备手中 打开一看 竟是伊陵水寨的城防图 原来那日 关心在集市上 无意之中听到两个工匠 正在谈论东吴军队在伊陵家主城防 关心抓住两人仔细审问 经过一夜的研究 画出伊陵水寨城防图 有了城防图就能顺理潜入 随后关心主动请命 要求加入精锐 随周苍张豹樊陵林四人 潜入伊陵水寨破坏水闸 辞业后四人埋伏在江边 当一艘东吴货船路过时 四人趁机潜入 张包不愧是张飞之子 武艺高强 骁勇善战 一身手就是一个无兵 关心不甘示弱 赶紧上前补刀 周苍早已杀入船舱 凡林从船帆上一跃而下 不忘用弓弩扫清障碍 四人武艺高强 是蜀汉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没过多长时间 四人就控制住这条东吴货船 还活捉了领头的 四人换上无军士兵的衣服 敲装成无军 胁迫领头的带路 天快亮时 来到伊陵水寨附近 过闸时 四人担心无军不放行 领头的主动吹响号角 果不其然 无军放下水闸 四人顺利来到伊陵水寨 乔装成送酒的士兵 打算混过去 关键时刻 副将陆帽来查腰牌 关心将腰牌递给为首的 虽说腰牌没有问题 可陆帽喜怒无常 将其杀害 幸运的是 陆帽并没有发现四人 不久 四人来到一间荒匪的宅子 计划从密道破坏水闸 此生成败 在此一搏 殊不知这一切 都是潘璋的抛砖引玉之计 当初 关于败走麦城 功劳被吕蒙独占 潘璋为了立大功 便让工匠去蜀国 放出假消息 故意泄露 伊陵水寨的城防地图 引他们来攻打自己 暗中设下天罗地网 重创蜀军 果不其然 关心上当 误以为城防地图是真的 将地图拿给刘备 还组建了一支 四人赶死队 潜入伊陵 在过关卡时 副将陆茂 更是故意放走关心 而外面 蜀国老将军黄忠 已带领蜀军战船 行至水寨附近 只等关心四人破坏水渣 发信号给他们 便杀进伊陵水寨 另一边 关心四人按照地图 已找到水渣密道 在解决几名守卫之后 四人合力打开一道千金闸门 一路寻找 直至密道最深处 果不其然 看到几名东吴士兵 正在操作水渣 四人确定 就是此处了 登记冲上去 将对方团灭 樊陵拿出随身的弓弩 以剑来袭 果真破坏了水渣机关 守在水寨边的眼线 看到江面水位 发生变化 立马发信号 给蜀国老将军黄忠 传国号列 全军备战 传速前进 而密道里的四人 在准备撤离时 关心却故意走散 原来他要留下来 杀了潘张 为父亲报仇 关于大义诗经州 败走卖城 那么在他死后 他的青龙烟月刀 和赤兔马 被谁占为己有了呢 潘张的兵刃也是大刀 围剿师曾立下功劳 因此孙权将这两件宝物 赏给了潘张 众所周知 马的寿命一般是 三十至三十五岁 当年曹操将赤兔马 送给关于 大约十二岁 跟了关于足足二十一年 所以赤兔马到潘张手中 没过几天就死了 青龙烟月刀 堪称三国第一刀 重达八十二斤 由一位神将 欧星力血打造的 毕生之佳作 完工之时 风起云涌 龙鹰虎啸 天讲祥瑞之色 潘张得了青龙烟月刀 虽然满足了虚荣性 可惜能力有限 在短时间内 并不具备掌握 青龙烟月刀的能力 而关于之子关心 曾立下誓言 一定要杀了潘张 替父报仇 夺回青龙烟月刀 为了杀潘张 关心在完成破坏水渣的任务后 便故意与周仓张包 樊林三人走散 乔装成小兵 行此潘张 谁知低估了潘张的实力 一个轻拿手 便将关心活捉 潘张见行此之人士关心 猜出蜀军已上当 便得意洋洋的说出实情 他们故意放出假消息 让几人来拆除假机关 迎蜀军攻击一陵水寨 设下陷阱 将他们一网打尽 殊不知 当断不断 必有后患 潘张命人将关心 押入水牢 想要羞辱他 以此见证自己的手段 看守的狱卒凶神恶煞 正欲对关心使用 炮烙之行 你们这些 肆意卑识的大人 把我等当作皮肤 关心灵机一动 已有军情 可立功为诱饵 迎狱卒靠近自己 关心趁机出腿 缩死了狱卒 关心成功越狱 以鲁厮厮杀 在密道之中 关心发现了大量食指 食指可燃烧 不容易水 也不会被水浇灭 关心猜出这些食指 是吴军用来对付 蜀国战船的 一刻也不敢耽搁 赶紧去与张包三人会合 没多久 便找到三人 并告诉他们 中了攀章的诡计 这时斯人才恍然大悟 难怪之前 那么轻易 就破坏了水闸 事不宜迟 斯人得尽快去通知 大将军黄忠 在击杀一波追兵后 凡灵受了伤 为了阻拦其他追兵 周仓和张包合力启动机关 放下千斤闸 周仓殿后 独自应对赶来的无兵 其实周仓是三国演义中 虚构的人物 本是黄金骏 张包挥下的大将 张包死后 周仓落草为寇 后来便追随关羽 原主仲周仓在关羽 败走迈城后 拔剑自吻而亡 而在这里 确实为关心拖延实践 军心三人逃到密道的 镜头 却发现是条死胡同 绝望之际 三人听到水流的声音 想来石壁外面就是江面 观星想出一计 点燃炸药炸开石壁 果不其然 找到出口 傍晚攀张 来到城楼上 看着江面上 成群结队的蜀国战船 攀张一声令下 被进攻 吴军立马启动 事件准备好的投尸机 只见一个个大火球被引着案 通过机关 投向蜀国战船 火球落到战船上爆炸开来 瞬间将战船燃烧了起来 沦为一片火海 这时 副将陆茂却发现一件怪事 战船上没有蜀国士兵 起船逃生 潘张也觉得奇怪 殊不知 温兴三人从密道潜入江中逃生 便赶去向老将军黄中 汇报了潘张的计谋 得知吴军想要火烧战船 关心想出一计 将己就计 入宴后 在一些小船上放满稻草人 敬吴军主力 让吴军误以为蜀国战船上当 想要攻击一陵水寨 潘张发现上当 此时蜀军已潜入密道 密道内的手兵不堪一击 蜀军一路势如破竹 潘张提着青龙烟月刀赶来查看战况 此时他的手兵已经凉凉 只剩副将陆茂 我这死 张胞拦住陆茂 出手丝毫不含糊 族话说虎父无犬子 张胞身为张妃之子 和他父亲一样勇猛 彪悍 一番恶战 张胞将陆茂击杀 潘张并没有给他助战 反倒掉头就跑 来到密道外 潘张让手下将密道大门锁死 这时手下来报 真正的蜀军战船已经靠岸 噩耗连连 眼看紧锁的密道大门 就要被蜀军推开 潘张心之不妙 提着青龙烟月刀逃向城内 观星眼击手快 怎能让仇人逃走 一路追击 行之一处卢尾荡 突然背后传来道声 只见潘张提着青龙烟月刀砍来 观星俯身躲过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抄起手中的刀 与潘张打坐一团 潘张乃是东吴大将 他身强力壮 异常凶狠 观星情绪激动 加之两日来 与吴军厮杀体力不支 便落了下风 被潘张打翻在地 可观星不甘示弱 潘张一时半刻 想取他性命也不容易 追至一处荒宅时 两人再次较量 潘张想处离间之计 推卸责任 说关羽之死 是因为蜀军没有及时救援 嘲笑他无知 观星岂会上当 两人以命相搏 潘张虽精通刀法 却没有用自己的大刀 而是青龙烟月刀 话说这青龙烟月刀 重达82斤 若是没有掌握技巧 用起来便十分吃力 所以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两人各有负伤 扭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 观星拔掉潘张的发簪 刺向他的脖子 瞬间心血之流 潘张捂住伤口 想要逃走 观星捡起青龙烟月刀 赐了个透星梁 观星终于替父报仇 不过 一陵之战 却才刚刚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 群雄争霸 若说最神秘的奇人 那便是鬼谷子 话说这鬼谷子 其兵法大成于一身 套十多年 著有一部兵法奇书 相传得此兵书者 可得天下 孙并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 尽得其师真传 特别是兵法 话说孙并不仅继承了 其祖父的孙子兵法 在鬼谷子的指点下 更上一层楼 如今战乱纷飞 各个诸侯之间 相互攻伐 为了能脱颖而出 各国使臣来到清晰鬼谷 向孙并投来品书 这天 魏秦齐三国的使臣 同时登门拜访 三方为此大打出手 殊不知 孙并并没有在家中 而是在附近闲逛 此时 魏军和齐军正在交战 照常里 一般人能躲多元就躲多元 不料一个小女孩 却窜到其中 途中遭遇魏军的箭雨 路过的孙并集中生智 拿着竹篮躲避箭雨 掩护小女孩逃生 一问才知 小女孩常年靠失去弓箭 送到魏军营中换取粮食 不料这次 对方却不守信用 孙并替其打抱不平 上前说礼 对方将领 听到孙并的名字大吃一惊 在确诊身份后 爽快给了女孩粮食 原来连日的对战 魏军被齐军包围 早已不是几捆弓箭 能力挽狂澜了 遇到孙并 魏军仿佛找到了救星 先生救我 救三千将士性命 孙并没有拒绝 于是随魏军将领 来到齐军军营附近打探消息 得知齐军将领 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 此女名叫田熙 是齐国大将田济之女 仅一眼 孙并就一见钟情 于是以无计可施 拒绝了 魏军将领气愤 拔箭相对 孙并当即也献上一计 隔天正午 天生异象 正巧天狗时日 孙并让魏军 趁机从山坡上滑下山 混入齐营 打他个措手不及 果真如此 日时发生 对方防守疏忽 魏军杀了进来 一时之间分不清敌友 混乱之中 田熙看出异常 提醒手下 以红绳区分敌我 田熙虽为女儿身 可英姿洒爽 无意不输男儿 带着手下硬生生的杀出重围 虽说如此 可两兵交战 必有死伤 孙并在山顶看到这一幕 星之助纣为虐 情绪失控的跑了出去 这一仗魏军获胜 将领将捷报 汇报给主帅庞涓 庞涓不信手下能有如此能耐 一问才知 是孙并献策 话说这庞涓 可是孙并的师兄 当年两人一起 拜鬼谷子为师 庞涓一毕业 就到魏王处工作 凭着师父的光环 和高超的兵法 赢得了魏王的重用 孙并出露光芒 引起田熙的注意 得知孙并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 田熙找到孙并 让手下将他掳上马车 带回齐国 想要引荐给齐王 齐王得知 田熙请来鬼谷子的高徒大席 下令以国礼相迎 眼看孙并迟迟没有下马车 还是田熙一把将他扯了出来 大名鼎鼎的兵法家孙并 他相貌平平 脸上还有多处淤青 面对齐王的询问 碍于脸面 孙并只好谎称 在半路上遭遇野兽 大将军田济丢失边城 该不该受刑问责 先生 以您看 用人不当 狂生孙并 当然 孙并应帮助过魏国 差点惹上杀生之祸 可齐王求贤若渴 不仅没有治孙并的罪 还让他在大司马和大将军中任选一职 却被孙并婉转拒绝了 看到孙并对田熙恋恋不忘 齐王猜处他的心事 让他留在田府做门客 田熙的父亲田济 也因此功过相敌 免去了失职之罪 孙并为齐国所用的消息 很快传遍各国 听说这鬼谷兵法只传给了孙并 庞娟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庞娟虽在为国多次立下战功 可因为师弟孙并出山 得到质疑 为了稳估自己的地位 庞娟当众解释 世上根本就没有鬼谷兵法 也没有长省将军 只有将领的谋略和士兵的奋勇 可众人根本就不相信 很快一年一度的和洛大会开始了 和洛大会是周天子会见诸侯的地方 各方诸侯纷纷到场 魏王却公然缺席 指派了庞娟代为朝剑 期间周天子提到 近年来各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 特别是齐国边城的问题 提到往事恩怨 争论不休 为了平息齐位之间的纷争 周天子想到一计 以赛马定输赢 谁赢了 就能得到齐国边城 为了让齐王赢得比赛 田兮带来齐国最好的快马 迪卢来参赛 同行的门客孙并 和师兄旁娟见面 两人相谈甚欢 可两人各为齐主 到了赛场上 两人就是对手 田兮自信地告诉齐王 有迪卢在 必定能获胜 才第一局时 迪卢就被人下毒倒下 田兮伤心 以为赢不了了 这时 孙并献出一记 用我们的弱马 对他们的强马 用我们的强马 对他的中马 用我们的中马 对他的弱马 赢两场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季赛马 用自己的长处 对付对手的短处 可在竞技赛中获胜 田兮信心不足 不是还有我吗 按计划赢得了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 孙并亲自上场 刚开始卫军的马匹领先 孙并擅长赶马 也没有落后多少 在路过弯道时 孙并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以车轮将对方撞击 快速超车 孙并的优秀表现 让齐国赢得了比赛 还赢得了田兮的好感 魏王岂会善罢甘休 于是让旁娟 强行将孙并掳走 齐国怎会同意 天息当即与旁娟较量了起来 就当双方对峙之时 齐王和手下赶来阻止 旁娟放下狠话 今日若是不放孙并离开 魏国大军将会押近 直取齐都 到时候别说区区一个边境 整个齐国都保不住 魏国是当时的霸主 希望只好妥协 魏王在旁娟的挑拨下 并不打算重用孙并 只是逼迫孙并写下鬼谷子 传授他的兵法 孙并照做了 结果写出来的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用兵之道 魏王大怒 认为孙并在欺骗自己 旁娟的妹妹婉儿 虽贵为魏王妃 但自小与孙并青梅竹马 婉儿担心 魏王对孙并不利 命令将孙并送走 孙并却赖着不肯走 这时旁娟来了 孙并想走也走不了了 回宫后 魏王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想将孙并处死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 魏王询问旁娟 这孙并该不该杀 念及师兄弟之情 旁娟犹豫不决 不料婉儿却躲在帘子后 用弓箭对准了魏王 破于无奈 旁娟只得替孙并说情 若杀孙并 我以为魏国既贤度呢 没人再敢偷问 为了得到鬼谷子的兵法 旁娟先是假意与孙并套近乎 不料孙并坚称 没有鬼谷子兵法 旁娟怒了 命手下施以酷刑 孙并 暗通齐国 勾报我卫军部署 最当并行 孙并被打入大牢 受紧折磨 尽管如此啊 可他还是没有说出 鬼谷子的兵法 一怒之下 旁娟让人对孙并 实施了并行之行 孙并因此成为废人 再也站不起来了 殊将军 一去一块 并鼓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殊不知 旁娟早已黑化 已不是当初那个 善良的师兄了 婉儿不忍 命手下去齐国 向天熙求助 为了救孙并 天熙跪求齐王 齐王犹豫不决 担心惹上魏国 天熙回复 齐魏之战在所难免 只有孙并能敌旁娟 就这样齐王被说服 另一边 婉儿为了救孙并 将大牢里的钥匙 偷偷地交给他 可双腿已废的孙并 知道即便是有了钥匙 也逃不出去 于是装疯卖啥 将钥匙吞了进去 此举引来旁娟 孙并只得 装出一副癫狂的模样 既生龐娟 何生孙并 龐娟因嫉妒 尸体孙并的才华 担心孙并取代了自己 不顾同门之情 射击诬陷孙并 私通齐国 一番言行拷问 孙并被驾风 为了测试真假 龐娟将他带上断头台 看着无法行走 而且疯疯癫癫的孙并 龐娟终于放下解心 命人将孙并拉到街上 此时的孙并十分狼狈 受到路人的指指点点 就连路过的狗 也对他狂吠不止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燒 孙并为了保住性命 只得忍辱负重 装疯卖傻 此刻 田熙和手下已来到魏国 为了救出孙并 田熙也想出惊蝉脱窍之计 虽说孙并被撵到大街上 龐娟还是派了人叮岗 不料田熙趁他们换岗时 命人准备将孙并换走 眼看就要成功了 不料孙并如同针锋一样 抱着一棵大树不肯走 此举引来定岗的注意 时间紧迫 田熙值得带手下先撤 离开时 孙并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似乎在暗示田熙 回到住处 田熙思来想去 察觉孙并是在暗指马就 找了过去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反而被庞娟的手下埋伏 双方当即也较量了起来 混乱之中 魏军发现了一个洞 这时庞娟才恍然大悟 田熙已带着孙并 坐上回齐国的马车 庞娟在后面追击 一箭射中了马车上的人营 齐国护卫只得返回阻止 可惜不敌庞娟 就当庞娟以为胜券在握时 这时才发现 马车内的并非孙并 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田熙也索性停了下来 庞娟 你看那 我们齐国 你都忘了吧 庞娟与田熙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之前庞娟受齐王之命 去为国当卧敌 不料庞娟反水 投靠了实力更强的卫国 田熙与庞娟恩断一绝 想要强行带她回齐国 很快 就在快进城的那一刻 庞娟跳下马车 很明显 在红颜知己和权力面前 她选择了后者 庞娟蹲下来 这才发现 孙并就藏在马车下 庞娟举剑攻击 可惜也距离太远了 田熙已带着孙并 进入齐国的城池 原来那日 孙并没有同田熙离开 是因为知道 就算是上了他的马车 也逃不出魏国 于是用动作来提醒田熙来马厩 再以调虎离山之际出逃 齐王为了唤醒孙并 让百姓和将士们激励孙并 可孙并因双腿被废 已是心灰意冷 即便是义中人天息 细心照顾 孙并反而更加自卑 这天趁无人时 孙并将自己和铜顶捆在一起 想要跳水自尽 不料齐国突发地震 孙并因此私里逃生 田熙为了让他有活下去的信念 带孙并赶到外面救灾 随后田熙也提到了魏国 说是担心魏国会趁机攻打齐国 孙并却否认了 还说眼下魏国会陷攻打赵国 果不其然几天后 魏王命旁娟 率领百万魏眷攻打赵国 赵国使者向齐国求助 就当齐王犹豫不决时 孙并差人送来锦和妙计 建议齐国趁机攻打魏国 这样一来便会停止战乱 天下太平 此季政府和齐王所想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料还没出发 孙并就遭遇魏军刺客 这天孙并在外面巡查 期间一个同样因受过 并行断足的男人 引起了孙并的关注 男人想要爬过来制线 却拔剑就砍 原来男人是魏军刺客 好在是田兮身手敏捷 初见低档 混乱之中 刺客的同伴冲了上来 还用手臂上的弓弩 偷袭孙并 千军以法之际 田兮为孙并挡下案件 幸好田兮穿有软甲护身 两名刺客行此失败 自警而亡 这些天来城门紧闭 想必刺客的同伴 还在难民营中 田兮听后 就要去拿下刺客 然而那批难民有三百多人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 孙并将田兮劝住 他有方法能找出刺客 隔天 田兮来到施州现场 在州里面放了大量的胡椒粉 因为孙并断定 魏国刺客就在其中 很快开始施州了 齐王和仲臣 早在此设下埋伏 并在不远处盯着 不过却是计中计 忍住辣吃了周折 才是刺客 因为常人是无法咽下的 果不其然 有几人忍辣喝下了粥 很明显 他们就是刺客 田兮一声令下 让手下活捉刺客 不料对方见事情暴露 便服毒自尽 在场刺客 无一人生还 这时 人群中的田兮笑了 殊不知 孙并就躲在暗处 将这一切 尽收眼底 在田兮的陪伴下 孙并终于振作了起来 还被齐王 封为国师 孙并不负 齐王后代 决定上战场 去为赵国解围 又能替自己 向庞涓 讨回公道 临走前 齐王为孙并送行 还答应 事成之后 送他一份大礼 此刻 庞涓正在攻打赵国 令他没想到的是 孙并带领的齐军 并没有直接来赵国支援 而是围住魏国的都城 庞涓只得放弃 攻打赵国的计划 返回魏国救援 赵国因此得救 这就是三十六计中 大名鼎鼎的 唯卫救赵 孙并在与庞涓决战前 差人送了一封信给魏王 他孙并本该未报仇 与庞涓决一死战 却不忍因战乱连累无辜 建议齐味和解 养生休息 并坦言 已在马陵道设下埋伏 这是孙并的诈计 我以命上将军出兵马陵道 魏王不愿息事宁人 派庞涓出兵马陵道 与孙并决一死战 婉儿不愿哥哥 与青梅竹马相残 于是来到军营 求哥哥庞涓不要出征 两人远走高飞 我一定会击败齐军 拿下齐度的 庞涓自信满满 大战在即 身为主帅的他岂会退缩 即便是婉儿拔剑相邪 庞涓依然无动于衷 隔天 庞涓带兵进入马陵道 不料孙并早已在马陵道上 设下重重埋伏 尽管庞涓有探子提前探路 也没有察觉出问题 就当庞涓的大军进入峡谷时 田济一声令下 机关被启动 无数巨石从山坡上滚落 庞涓发现中计后 却已是无计可施 他知道自己不如孙并 庞涓为了不让手下白白送死 提出放下手中武器投降 随着庞涓的一声令下 魏军纷纷放下兵器投降 此刻的孙并早已放下个人恩怨 决定接手投降 不料田济 却启动巨石机关 想要赶尽杀绝 尽管孙并提醒 可快不过巨石滚落 田济和齐王岂会放虎归山 谷中的庞涓自知无路可逃 被巨石淹没 唯卫旧照大破卫军 让孙并功成名就 可他却高兴不起来 另一边的齐王 终于明白强扭的瓜布田 决定解除与田熙的婚约 成全田熙和孙并 望着满地被大雪覆盖的尸体 孙并悔恨万分 他不喜欢打仗 可眼下血流成河 却是因为他 孙并万念俱灰 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 此刻田熙正骑马赶来 当他靠近时 看到了从天而降的孙并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两人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马林道之战后 魏国逐渐衰弱 习国崛起 与上央变法而强大的秦国 形成东西对质